喜肾病人7年来有增无减 NKF决定出动宣传巴士 到学校和社区传达预防和治疗肾脏病的信息 预计一年内能为5万名国人服务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卫生部长严金勇在NKF欢庆成立45周年活动上 为宣传巴士主持推荐礼 他透露每天有4名国人患上末期肾脏衰竭 因此希望借由NKF宣传巴士 把预防讯息传达给公众 巴士每逢周一到周五开到学校 每天开往两所学校 到了周末 流动巴士开往民众俱乐部 免费为居民做健康检查 当中9成洗肾病人到洗肾中心洗肾 只有一成在加洗肾 NKF表示 本地六成的肾衰竭病患是由糖尿病恶化引发的 在新加坡 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 NKF计划明年再推出另一辆巴士 来专门提供和糖尿病相关的体检 这包括眼睛和腿部检查 来帮助国人降低患有生衰竭和其他病发症的几率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报道